哈喽,小军亲爱的你,还好吗? 我是有辣条也有酒,但就是没人跟我走的主播,采采呀。 《赌神》系列应该是最经典的港片了吧, 黄金不愿抛弃这么有商业价值的电影,又继续拍了几部。 如果发哥不在,徒弟上场会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?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赌侠。 赌神静哥退出赌坛后,徒弟刀仔杀出江湖, 慈善发布会上,刀仔一席,喜庆红妆帅气出场, 有人质疑刀仔的实力,来吧兄弟, 赌神首席弟子都敢质疑,让你输掉底库。 刀仔赢了那兄弟,被人称为赌侠。 心仔和达叔住在一起,过着激情难满的生活, 房东姐姐一个肥皂落地, 心仔和达叔热情相拥,一起不接了。 达叔怂恿心仔去做赌神徒弟,立志要做李嘉诚。 心仔有特异功能,他打开了天眼通,看到一对小白兔。 呸呸呸,重要的是看见了赌神, 达叔让心仔录拜师的视频,虽然双眼无神, 似纵欲过度,裤装还没拉好, 但是总归是有诚意的, 达叔看不下去了,亲自上阵, 肚脐外露,一副像瘦欺凌的印度阿三, 楚楚可怜。 不过这种拜师的视频,赌神收到的还少了吗? 两人突发奇想,要录一个与众不同的东西, 西装心仔还靠在座椅上, 身旁房东姐姐一身亮丽造型, 心仔自称赌神,向赌神发起挑战, 看到视频的刀仔一脸无屑, 这也不会是个傻子吧, 这傻子还带着椅子自己找上门来了, 两人开始比赌计, 心仔可是有特异功能的人阿, 但是依旧输给了刀仔, 心仔和达叔决定不见到赌神, 绝不离开, 龙武出场,一把银枪, 碰, 两人蹦跆着逃跑了, 刀仔家里来客人了, 一个短发撂女, 刀仔以为是基友介绍给他的, 结果是龙武妹妹龙九, 九妹一下就制服了这匹恶狼, 心仔和达叔, 哪有那么容易就放弃拜师, 两人穿上一身黑, 趁着月黑风高, 悄悄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